第八章 五点钟的时候 主人家两姐妹出去更衣 六点半的时候 伊丽莎白被请去吃晚饭 大家都礼貌周全 纷纷来探望吉英的病情 其中尤其是 宾格莱先生问得特别关切 这叫伊丽莎白 非常愉快 只可惜 吉英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 因此 她无法给人家满意地回答 那姐妹听到这话 便几次三番地说 她们是多么担心 说重伤风是多么可怕 又说她们自己多么讨厌生病 说过了这些话以后 就不当她一回事了 伊丽莎白看到她们 当吉英不在她们面前的时候 就对吉英这般冷淡 于是她本来那种 讨厌她们的心理 现在又重新滋长起来 的确 她们这家人里面 只有她们的兄弟 能使她称心满意 你一眼便可以看出 她是真的在为吉英担忧 再说 她对于伊丽莎白 也殷勤合约到极点 伊丽莎白本以为人家 会把她看作一个不速之客 可是有了这份殷勤 她就不这么想了 除她以外 别人都不大理睬她 宾格莱小姐的心在达西先生身上 赫斯托太太差不多也没有什么两样 再说到 赫斯托先生 她就坐在伊丽莎白的身旁 她天生一副懒骨头 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吃喝玩牌 她听到伊丽莎白宁可吃一碟普通的菜 而不喜欢吃会肉 便和她谈不上劲了 伊丽莎白一吃过晚饭 就回到吉英那儿去 她一走出饭厅 宾格莱小姐就开始说她的坏话 把她的作风说得坏透了 说她既傲慢又无礼貌 又不懂得跟人家攀谈 仪表不佳 风趣索然 人又长得难看 赫斯托太太也是同样的看法 而且还补充了几句 总而言之 她除了跑路的门铃以外 没有什么别的长处 她今儿早是那副样子 我才永远忘不了呢 简直像个疯子 她的确像个疯子 路易亚 我简直忍不住要笑出来 她这一趟来得无聊透顶 姐姐伤了点疯 干嘛要她那么大青小怪的 跑遍了整个村庄 头发给弄得那么蓬乱 那么邋遢 是啊 还有她的衬裙 可惜你没看到她的衬裙 我绝对不是瞎说 那上面糊上了有足足六英寸的泥 她把外面的裙子放低了些 想把泥给盖住 可盖不住 冰格莱先生说 你形容的并没有过火的地方 路易斯 可是我并不以为然 我倒觉得 伊丽莎白班纳的小姐 今儿早上走进屋来的时候 那种神情风度很不错呢 我并没有看到她肮脏的衬裙呢 你一定看到的 大西先生 冰格莱小姐说 我想你总不愿意看到你自己的姐妹弄成那副狼狈样子吧 当然不愿意 无缘无故 赶上那么三英里路 五英里路 谁晓得多少英里呢 泥土盖没了怀骨 而且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她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她十足表现了没有家教的野态 完全是乡下人不懂礼貌的轻狂 冰格莱先生说 那这说明 她的手足情深真是好极了 冰格莱小姐死样怪气地说 大西先生 我倒担心 她这次的冒失行为 会影响你对她那双美丽眼睛的爱慕吧 达西回答道 一点影响也没有 她跑过了这趟路以后 那双眼睛更加明亮了 说完这句话 屋子里稍微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赫斯特太太又开口说话了 我非常关心吉恩班纳特 她倒的确是位可爱的姑娘 我诚心诚意地希望她好好的 攀门亲事 只可惜遇到这样的父母 加上还有那么些下流的亲戚 我怕她没什么指望了 我不是听你说过 她有一个姨爹在 麦里屯当律师吗 是啊 他们还有个舅舅 住在齐普赛附近 那真妙极了 她的妹妹补充了一句 于是姐妹俩都纵情大笑 宾格莱一听到此话便大叫起来 即使他们有多得数不清的舅舅 可以把整个齐普赛都塞满 也不能把他们讨人喜爱的地方减损分毫 可是他们堂食想嫁给有地位的男人 机会可就大大减少了 达西回答道 宾格莱先生没有理睬这句话 她的姐妹们却听得非常得意 于是越发放肆无忌地 拿班纳特小姐的卑微的亲戚开玩笑 开了老半天 不过他们一离开了饭厅 就重新做出百般温柔体贴的样子 来到吉恩房间里 一直陪着她坐到喝咖啡的时候 吉恩的病还不见好转 伊丽莎白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一直到黄昏 看见她睡着了才放下了心 觉得自己应该到楼下去一趟 虽说她并不乐意下楼去 走进客厅 她发觉大家正在玩牌 大家当时立刻邀她也来玩 可是她恐怕他们输赢很大 便谢绝了 只推说放心不下姐姐 一会儿就得上楼去 她可以拿本书来消消浅浅 赫斯特先生惊奇地朝她望了一下 你宁可看书不要玩牌吗 她说 这真是少有啊 宾格莱小姐说 伊丽莎班奈特小姐瞧不起玩牌 她是个了不起的读书人 对别的事都不感兴趣 伊丽莎白嚷道 这样的夸奖我不敢当 这样的责备我也不敢当 我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读书人 很多东西我都感到有兴趣 伊丽莎先生说 我断定 乐意照料你自己的姐姐 但愿她快些复原 那你就会更加快活了 伊丽莎白从心底里感激她 然后走到一张放了几本书的桌子跟前 她立刻要另外拿些书来给她 把她书房里所有的书都拿来 要是我的藏书多一些就好了 无论是为你的艺术着想 为我自己的面子着想 可是我是个懒鬼 藏书不多 读过的就更少了 伊丽莎白跟她说 房间里那几本足够她看了 宾格雷小姐说 我很奇怪 爸爸怎么只遗留下来了这么几本书 达西先生 你在彭博里的那个藏书史真是好极了 达西说 那有什么稀奇 这是好几代的成绩呢 你自己又添置了不少书 只看见你老是在买书 我有现在这样的日子过 自然不好意思疏忽家里的藏书史 疏忽 我相信凡是能为你那个高贵的地方 添采的东西 你一见也没有疏忽过 查尔斯 以后你自己建筑住宅的时候 我只希望有彭博里一半那么美丽就好了 但愿如此 可是我还要竭力奉劝你 就在那附近购买房产 而且要拿彭博里做个榜样 全英国没有哪一个郡 比德比郡更好了 我非常高兴那么办 我真想干脆把彭博里买下来 只要达西可卖 而我是在谈 可能办到的是查尔斯 盖洛里 我敢说 买下彭博里 比仿照彭博里的室样造房子 可能性更大些 伊丽莎白听这些话 听得出了神 弄得没心思看书了 索性把书放在一旁 走到牌桌跟前 坐在冰格雷先生和他的妹妹之间 看他们斗牌 这时冰格雷小姐又问达西 从春天到现在 达西长高了很多吧 她将来会长到我这么高吗 我想会吧 她现在大概 有伊丽莎白班纳的小姐那么高了 恐怕还要高一点 我真想再见见她 我从来没碰到过 这么是我喜爱的人 模样那么好 又那样懂得礼貌 小小的年纪就出了的 多才多艺 她的钢琴正弹得高明极了 冰格雷先生说 这真叫我惊奇 年轻的姑娘们 怎么一个个都有那么大的能耐 把自己锻炼得多才多艺 一个个年轻的姑娘们 都是多才多艺 亲爱的查尔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是的 我认为一个个都是那样 他们都会装饰台桌 点缀屏风 编织前代 我简直就没有见过 哪一位不是样样都会 而且每逢听人 谈起一个年轻姑娘 没有哪一次不听说 她是多才多艺的 达西说 你这一套极其平凡的 所谓才艺 倒是千真万确 多少女人 只不过 毁编之前代 点缀屏风 就享有了 多才多艺的美名 可是我却不能同意 你对一般妇女的估价 我不敢说大话 我认识很多女人 而真正多才多艺的 实在不过半达 我也的确不敢说大话 宾格莱小姐说 伊丽莎白说 那么在你的想象中 一个多才多艺的妇女 应该包括很多条件了 不错 我认为应该包括很多条件 嗯 当然了 她的忠实出手叫起来 要是一个妇女 不能超越常人 就不能算是多才多艺 一个女人 必须精通音乐 歌唱 图画 舞蹈 以及现代语文 那才当得起这个称号呢 除此以外 她的仪表 步态 声调 谈吐和表情 都得相当风趣 否则就不够资格 达西接着说 她除了具备这些条件以外 还应该多读书 长见识 有点真才实学 啊 怪不得 你只认识六个才女呢 我现在简直疑心 你连一个也不认识了 你怎么对你们女人 这般渴求 竟以为她们 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我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女人 我从来没见过 哪一个像你所说的 这样有才干 有情趣 又那么好学 又那么一态优雅 赫斯托太太和 宾格莱小姐都叫起来了 说她不应该表示怀疑 因为这种怀疑 是不公平的 而且她们还一致提出反证 说她们自己就知道 有很多女人 都够得上这些条件 一直等到 赫斯托先生 叫她们好好打牌 怪她们不该在牌场上的事 那么漫不经心 她们才住嘴 一场争论 就这样结束了 伊丽莎白没有多久 也走开了 门关上之后 宾格莱小姐说 有些女人们为了自台身架 往往在男人们面前编排女人 伊丽莎白班纳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这种手段在某些男人身上 也许会发生效果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下贱的轨迹 一种卑鄙的手腕 达西听出 她这几句话是有意说给自己听的 便连忙打道 毫无疑问 姑娘们为了勾引男子 有时竟不择手段 使用巧技 这真是卑鄙 只要你的做法带有几分狡诈 都应该受到鄙气 宾格莱小姐不太满意她这个回答 因此也就没有再谈下去 伊丽莎白又到他们这儿来了一次 只是为了告诉他们一声 她姐姐的病更加严重了 她不能离开 宾格莱再三主张立刻请中斯大夫来 她的姐妹们却都以为乡下郎中无济于事 主张赶快到城里去请一位最有名的大夫来 伊丽莎白不赞成 不过她也不便太辜负他们兄弟的一番盛意 于是大家协商出了一个办法 如果班纳特小姐明儿一大早 依旧毫无起色 就马上去请中斯大夫来 宾格莱先生心里非常的不安 她的姐姐和妹妹也说得十分担忧 吃过晚饭以后 他们俩总算合奏了几支歌 来消除了一些烦闷 而宾格莱先生因为想不出好办法来解除焦虑 便只有关照她的管家婆 尽心尽意地照料病人和病人的妹妹 第九章 伊丽莎白那一晚上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她姐姐房间里度过的 第二天一大早 宾格莱先生就派了个女佣人来问候她们 过了一会儿 宾格莱的姐姐妹妹也打发了两个文雅的侍女来探病 伊丽莎白总算可以聊以自慰地告诉她们说 病人已略见好转 不过她虽然宽了一下心 却还是要求她们府上替她差人送封信 到朗伯恩去 要她的妈妈来看看基因 来亲自判断她的病情如何 信立刻就送去了 信上所说的事也很快就照办了 班纳特太太带着两个最小的女儿来到了尼尔菲花园的时候 她们家里刚刚吃过早饭 当时班纳特太太发觉基因有什么危险 那她真是要伤心死了 但是一看到基因的病并不那么严重 她就满意了 她也并不希望基因马上复原 因为要是一复原 她就得离开尼尔菲花园回家去 所以她的女儿一提起要她带她回家去 她听也不要听 况且那位差不多跟她同时来到的医生 也认为搬回去不是个好办法 母亲陪着基因做了一会儿功夫 冰格莱小姐便来请她去吃早饭 于是她就带着三个女儿一块上饭厅去 冰格莱先生前来迎接她们 说是希望班纳特太太看到了小姐的病 一定会觉得并不是想象中那般严重 班纳特太太回答道 我却没有想象到会这般严重的先生 她病得太厉害了 根本不能搬动 周恩斯大夫也说 千万不可以叫她搬动 我们只好请你们多照顾几天了 搬动 冰格莱叫道 绝对不可以 我相信我的妹妹也绝技不肯让她搬走的 冰格莱小姐冷淡而有礼貌地说 你放心好了 老太太班纳特小姐待在我们这儿 我们一定尽心尽意地照顾她 班纳特太太连声道谢 接着她又说道 要不是靠好朋友们照顾 我相信她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因为她实在病得很重 痛苦得厉害 不过好在她有极大的耐性 她一贯都是那样的 我生平简直没见过第二个人 有她这般温柔到极点的性格 我常常跟别的几个女儿们说 你们比起她来简直太差了 冰格莱先生 你这小房子很可爱啊 从这条鹅卵石铺道上望出去 景致也很美丽 在这个村庄里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地方 比得上尼尔菲花园 虽然你的租期很短 我劝你千万别急着搬走 冰格莱先生说 我随便干什么事都是说干就干 要是打定主意 要离开尼尔菲花园 我宁可在五分钟之内就搬走 不过目前我算是在这注定了 我猜想的一点不错 伊丽莎白说 冰格莱马上转过身去 对她大声说道 哼 你开始了解我了是吗 哦是啊 我完全了解你 但愿你说这话是恭维我 不过这么容易被人看透 恐怕也是件可怜的事吧 闹得看情况说话 一个深深复杂的人 未必比你这样的人更难叫人琢磨 她的母亲连忙嚷道 伊串 别忘了你在做客 家里让你撒野惯了 你可不能在这里 在人家这来胡闹 我以前倒不知道 你是个研究人的性格的专家 冰格莱马上接下去说 那一定是一门很有趣的学问吧 不错 可是最有趣味的 还是研究复杂的性格 至少这样的性格 有研究的价值 达西说 一般说来 乡下人可以作为这种研究对象的 就很少 因为在乡下 你四周围的人 都是非常不开通 非常单调 可是人们本身的变动很多 他们身上永远有新的东西 值得你去注意 班纳的太太听到 刚刚达西 以那样一种口气提到乡下 不仅颇微生气 便连忙嚷道 你才说得多哟 告诉你啊 乡下可供研究的对象 可不必成立少 大家都吃了一惊 达西朝她望了一会儿 便静悄悄地走开了 班纳的太太 自以为完全占了她的上风 便趁着一股信头说下去 我觉得伦敦除了店铺和公共场所以外 比起乡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 乡下可舒服得多了不是吗 宾格雷先生 我到了乡下就不想走 他回答道 我住在城里也就不想走 乡下和城里各有各的好处 我随便住在哪都一样快乐 那是因为你的性格好 可是那位先生 他说到这里 便朝达西望了一眼 就会觉得乡下一文不值 妈妈 你根本弄错了 伊丽莎白这话一出口 她母亲就红了脸 你完全弄错了达西先生的意思 她只不过是说乡下碰不到像城里那么些各式各样的人 这你可承认是事实啊 当然了宝贝 谁也没那么说过 要是说这个村子里还碰不到多少人 我相信比这大的村庄也就没几个了 据我所知 平常跟我们来往吃饭的 可也有24家呀 要不是顾全伊丽莎白的面子 宾格莱先生简直忍不住要笑出来了 她的妹妹可没有她那么用心周到 便不由地带着富有表情的笑容望着达西先生 伊丽莎为了找个借口转移一下她母亲的心思 便问她母亲说 自从她离家以后 夏丽蒂·卢克斯有没有到朗伯恩去 来过 她是昨儿跟她父亲一块来的 威廉爵士是个多么和蔼的人啊 宾格莱先生 她可不是吗 那么时髦的一个人 那么温雅 又那么随便 她见到什么人 总要谈上几句 这就是我所谓的有良好教养 那些自以为了不起 经口难开的人 他们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 夏丽蒂在我们家里吃饭的吗 没有 她硬要回去 据我猜想 大概是她家里面 有人等着她回头做肉饼 宾格莱先生 我顾起用人来 总得要他们能够料理分内的事 我的女儿就不是人家那样教养大的 可是一切要看个人自己 告诉你 卢卡斯家里的几个姑娘 全是些很好的女孩子 这可惜长得不漂亮 当然 并不是我个人以为夏丽蒂长得难看 她究竟是我们要好的朋友 她看来是位很可爱的姑娘 宾格莱说 是啊 可是你得承认 她的确长得很难看 卢卡斯太太本人也那么说 她还羡慕我的基因长得漂亮呢 我并不喜欢夸张自己的孩子 可是说实话 这并不是我说话有信心 还在她十五岁的那一年 在我城里那位兄弟 贾蒂娜家里 有位先生就爱上了她 我的弟父 看准了那位先生 一定会在临走以前向她求婚 不过后来她却没有提 也许是她以为她年纪太小了吧 不过她却为基因写了好些诗 而且写得很好 那位先生的一场恋爱 就这么结束了 伊丽莎白不耐烦地说 我想多少有情人 都是这样把自己克服过来的 诗 居然有这种功能 能够赶走爱情 这倒不知道 是谁第一个发现的 我却一贯认为诗是爱情的食粮 达西说 那必须是一种优美 坚真健康的爱情才行 本身健强了 吃什么东西都可以获得滋补 要是只不过有一点蛛丝马迹 那么我相信 一首十四行诗 准会把它断送掉 达西只笑了一下 接着大伙都沉默了一阵子 这时候伊丽莎白很是着急 怕她母亲又要出丑 她想说点什么 可是又想不出什么好说的 沉默了一下以后 班纳的太太又重新向宾格莱先生道谢 说是多亏她对基因照顾周到 同时又向她道歉说 第一岁也来打扰了她 宾格莱先生回答得极其恳切而有礼貌 弄得她的妹妹也不得不讲礼貌 说了些很得体的话 她说话的态度并不十分自然 可是班纳的太太已经够满意的了 一会儿功夫 班纳的太太就叫预备马车 这个号令一发 她那位顶小的女儿立刻走上前来 原来 自从他们母女来到此地 两个女儿就一直在交头接耳的商量 最后说定了 由顶小的女儿来要求宾格莱先生兑现 她刚到乡下来时的诺言 在尼日飞花园开一次跳舞会 丽蒂亚是个胖胖的 发育得很好的姑娘 今年才15岁 细皮嫩肉 校园常开 她是母亲的掌声明珠 由于教宗过度 她从小就进入了社交界 她生性好动 天生有些不知分寸 加上她的遗爹 一次次以美酒加肴 宴请的一些军官们 军官们又见她 颇有几分浪荡的风情 便对她产生了相当好感 于是她更加肆无忌惮了 所以她就有资格 向宾格莱先生提出开舞会的事 而且冒冒失事地提醒她先前的诺言 而且还说 要是她不实现诺言 那就是天下最丢人的事 宾格莱先生对她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挑衅 回答地叫她母亲很是高兴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非常愿意实践我的诺言 只要等你姐姐付了缘 有你随便定个日子就行 你总不愿意在姐姐生病的时候跳舞吧 丽迪亚表示满意 你这话说得不错 等到基因复原以后再跳 那真是好极了 而且到那时候 卡特尔上尉也许又可能回到麦里屯来 等你开过舞会以后 我一定非要她们也开一次不可 我一定会跟福斯特上校说 要是抬不开 可真丢人呢 于是 班纳特太太带着她的两个女儿走了 伊丽莎白立刻回到基因身边去 也不去管 宾格莱府上的两位小姐 怎样在背后议论她 跟她家里人有失体统 不过 尽管宾格莱小姐怎么样的说俏皮话 怎么样拿她的美丽的眼睛开玩笑 达西却始终不肯受她们的怂恿 加在她们一起来编排她的不是